油价持续飙涨 原物料价格上扬 再再都反映了大家的担心 通膨时代的来临 那尤其是现在开始打疫苗了 要解封了 那大家就讲说 这个生活要恢复正常了 经济活动是不是也可能会更加热络 都促使了在整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呢在股市当中 有一些个股其实是受惠于 物价上涨受惠于通膨上涨这样的带动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瑞宏来帮我们看看 在塑化股当中 由于原油价格的暴涨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今年股底翻身呢 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塑化股 其实塑化股我先给八个字 就是低点已过股底翻身 因为其实在塑化股 大家知道去年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还有负油价的事件 因为大家不需要用油啦 对那时候负油价其实最大主因就是 因为那个原油的期货你买了之后 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储存 没有地方放 所以那时候传出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原油都在船上飘啊 就是没有人要买 所以造成这个塑化股也大幅的一个衰退 那讲到塑化股 我们要先从整个历史开始讲起 因为整个塑化业是跟原油息息相关 那其实我们在看之前大概6到10年前 原油其实都基本上维持在一个80块到100块 所以这里是2012年 2012到2014这个区间 那等到了这个2015的时候 有一个石油的原油的崩盘 那这个崩盘其实就来自于美国的页岩油 那时候要开产出来嘛 所以那时候 攻击变多 怕石油的价格开始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那时候OPEC决定做一件事情 增产原油 所以造成这个原油大崩盘 就是直接说啊 就是让美国的页岩油业者活不下去 就在这边 所以整个塑化业在那个时候 烂了整整大概三年的时间 在50的区间 对 大概跌到了 甚至是跌到快25的这个价格 所以那时候才花三年时间整理 那又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这样涨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1301台数的K线 1301台数 是不是也要看月线 从2012年来 月线的那个价格 其实那个月线价格 它之前也因为2015年的关系 跌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区间 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一点 现在说好像跌到了 大概60几块位置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在2015年的时候 是跌到一个这个位置 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那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又去涨回到这个120块这个价格 好我们再往回去看一下 所以在原油起来了嘛 所以很多塑化业者要干嘛 扩产 每次都是这样 很多这种产业就是 一好大家一起去扩产 所以这边在扩产的时候 中间又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美贸易战 那时候川普的经典名言就是 原油越便宜越好 所以那时候不管是中美贸易战 他去刻那个大陆出口塑胶 不管是ABS PC 还是PNNA的塑胶产品 全部都给他刻税 然后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需求 也开始去做个下滑 所以塑化业又烂了 又烂了好几年 又烂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等到去年疫情的时候来到了最低的谷底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富油价的情形嘛 所以整个塑化业算是已经烂到一个谷底了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这种景序循环股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等到大家好的时候 大家一直扩产 等到需求一不见的时候 这个产业就完了 要小心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D-RAM 记忆体或是所谓的面板产业都是这样 那其实塑化业也是这样 那讲到后面 那等到大家需求起来的时候 就是价格很烂的时候 我不想扩产 那需求一起来的时候 大家才抢着去生产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2021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有很多产业 不管是面板 因为代工也在做一个涨价 那还有像是太阳能 汽车跟建材 这些医疗手套 对塑化原料需求非常大 这些产品其实需求也做一个大正的动作 尤其是大家不知道上个月 记不记得这个德州的冰风暴 就是因为那管线全部截动了 然后很多美国的炼油厂 其实都做一个停产的动作 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个炼油厂一停产 不是想开工就开工 就是我今天停产 我明天开工 不是这样 它其实要花到好几个月的时间 来去做一个修复 所以也重创了美国的乙烯的产 它乙烯大概减产了75% 所以导致后面上游的原料 出现一个大缺货 不管是所谓的聚乙烯 不管是所谓的乙烯 因为全部要用乙烯做的东西 全部都出不来 其实乙烯它继续合成 后面的缩化物 后面缩化物的原料 也开始做一个缺货的动作 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 那边很不喜欢去备 这个缩化原料存货 因为没有缺货过 然后去年又这么烂 所以他们很讨厌去备这个存货 所以我在产业的朋友 也有所先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之前不喜欢备货 那现在要来叫货的时候 价格涨上去了 哎呀又不想背 然后价格继续再往上涨 搞他们现在一定要用 更高的价格来去接这个订单 所以上游的原料缺货带动 也是中游的产品价格暴涨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其实你现在在挑选股票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有说嘛 上游的原料价格暴涨 然后再带动的中游的原料 那下游的像是纺织业 鞋业这些尽量先不要碰 因为你原料的价格上涨 我成本上升 我出一双鞋子 要成本比较多 我当然反映在售价上 那你的售价可以马上反映给消费者 其实很难 所以越下游的越不要碰 所以上肥下售 对 所以我们先看上游的台塑四宝 这个是最上游的没问题 那上游台塑化码 就是将原油提炼成一些 比较小分子的化合物 然后给像是台化 给像是南亚 给像是台塑这些公司 所以台塑四宝里面首选就是它吗 这四家都可以 其实这四家的价格都一直在做涨价的动作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物料价格 其实每一样都在涨 没有不涨的 所以台塑四宝越上游越好 那这上游的四家都可以去做选择 那其实在二线的塑化涨 也不是说不行 因为他们的不管是亚聚跟台聚 他们主要就是去生产所谓的EVA 那EVA有用到鞋底的鞋胶 那也有用到太阳能模组中间有一块胶 因为它两块玻璃 太阳能模组的玻璃的板子 中间需要一块胶 那其实那都是所谓的EVA 所以EVA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有做一个风盘交易的动作 因为价格暴涨嘛 所以这边还在继续做涨价动作 大家可以来留意 那再来是滑下 那滑下就是做所谓的PVC 那PVC讲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塑胶带 看到鞋带水管等等 其实都是用PVC来做 PVC大家可以看一下滑下股价 其实近期也蛮强势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注意 PVC涨价的一个动作 对这就是滑下的股价 跟大盘走势完全不一样 说实在的 现在大盘的科技股 在做一个大回档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话股 是呈现一个非常强势的 而且涨得比台塑集团还多 没错 所以这几档股票都可以去注意 然后讲到最后一档 就是所谓的东联 那东联主要的产品 就是所谓的EG以二纯 那刚刚讲到 就是说话那个乙锡停产 其实以二纯 上游也是以稀去做出来 那大家可以去看到 那个以二纯价格 其实在今年已经涨了将近 27%到30%的一个价格 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2月3月营收 这几家公司 都会做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去做留意 好我们先请瑞宏回座 瑞宏刚才谈到 从历史经验来看 哇这个油价已经低迷好多年了 不管是被这个疫情的冲击 或者是被川普认为希望油价能够越走越低也好 所以我们看到油价的走势图 真的在过去这好几年的时间 都没有太好的光景 甚至在去年还一度跌到了负值 但是呢在跌到负值之后 最近整个油价开始出现了飙涨 也带动了在整个油价的部分开始喷出 瑞宏觉得塑化谷底翻身的机会要来了 而且呢在选股当中 又以上游比中游好 中游比下游好 下游的先避开 因为上游的成本在增加 那上游呢 这些受惠原料上涨 报价上涨的这个个股 是您现阶段可以选股的首要方向 讲到选股 刚才在八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科瑟也特别提醒我们 虽然台股呢短线上面临了月线 面临了这个KD的这个熊市贝利 可能要先陷入修正 但是呢在多头氛围当中 有融卷强制回补的力道 有公司要买库藏股的力道 甚至在很多公司陆续公布 鼓励政策的同时 很多的题材其实在盘面当中 还都存有多头的活种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科瑟 您现在选股的焦点呢 好的 我想外资现在把半导体当成提早级 卖出来的钱怎么办 他如果不离开台湾的话 就会转占传产股 所以说传产 不管是传产股 生计股或是金融股来讲 我想这里来讲 或许会得到一些资金的奥运 这个阶段来讲 因为董事会正积极的召开 这两个礼拜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哪些公司要配多少钱 所以说我们现在高值利率 然后低本益比低股价净值比的个股优先选择 这里来讲 即使这个盘势下跌来讲 它一个支撑力大 我又比较强一点 那低档来讲的话就是1605的一个华欣 那华欣去年的一个年报已经公布了 那去年赚了2.04元 那比前年赚一块钱来讲的话 多了这个将近1.1倍 那它的一个本益比 我们算一算 只有9倍左右 那它宣布要配0.9元的一个股息 那值利率已经这个差不多5%左右了 那以它目前整体的一个净值来看的话 这个26元 所以说看起来真的很便宜 股价净值比也只有0.6倍 而且这个华欣旗下的东西 也这个个股来讲的话 各个都是强棒 譬如说像华欣科、华邦、汉宇波的 那另外来讲 还会挡这个6191的一个精尘科 我们看6191的一个精尘科 事实上对我们再来看月K线好了 事实上华欣集团的股票都很皮 但是它要一涨起来就不得了 因为精尘科常常被这个低估 因为它净值38块 它一直沉上20几块 那市场来讲的话 只要有资金奥远 它一定回到它的一个给它一个公道 那华欣我想也是类似情况 我们看一下华欣的一个周K线图好了 那事实上它高档稍微回跌 那这第二只脚坐起来来讲 事实上它基本面也变很好 所以说自己来讲 冯蒂我个人建议可以去参加除前席 那另外最近不锈钢通货膨胀开始 电线电缆 那加上它在印尼是一个镊森铁厂 而且它现在这个如果风力发电应该会延后一两年 才会做这个电线电缆的一个布局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力概念股 那第二档是2617的一个台行 那现在选那些产品 它的销售产品都有在涨价了 而且它的一个景气上来 那我最近来讲我想 这个BDI指数 它的一个散钻指数 有产生一个飙升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有点类似像这个长龙 这个阳明这种缺贵的一个情况会延后 而且它获利会慢慢出来 像长龙在16块我们在这节目有提过 大家都不敢相信 它一季赚一块以为是太夸张了 结果一出来一个月可以赚一块七了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这也是在慢慢慢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一下2617的一个台行的一个日K线图好了 那事实上他第一波有人知道 那冲上去 那然后这个消化一下获利回土的一个漫药 我想随着他的一个业绩上来 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反应 而且他最近他很聪明 就是好几年前就订了几个新船 那今年陆续要交了 那已经交了一个叫做台德舰 那现在都因为缺的很厉害说 让他全长业 所以毛利三成 那以散张货运来讲 毛利三成 领利量是还算不错 所以说一顾今年的一个毛利会到霸涨 而且获利会大成长 而且他持有这个阳明4.19万张 估他的一个获利差不多5亿 而且他股价进比也很低 那净值24块 而这一档股票是官方的 然后交通部占26.46 阳明占17% 所以说这个很稳定 而且外资来讲 风低也有布局 所以说这里台航来讲 风低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长线持有的 这样一个操作策略 好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英雄所见略通 选的股 几乎大半都是传产股 传产股还有哪些可以留意的焦点呢 我们稍后追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